同學們晚上好 今天我們又開始上課了 晚上好 昨天啊 今天我們講了一個命令 今天講了這個命令呢 就是順著財官走的命令 中官吟 務徐這個名我給起的 我就總叫務徐中官吟 我就想一下 上解課 上解課呢 我們講了一個順著財官走 順著財官走啊 只要是財官來了 我就得到它 那今天呢 我們再講一個比較特殊的命令 這個命令呢 也是呢 不是那麼好看的 不好看就是 比較呢 就是看不清楚的 看不清楚的 那現在呢 我就把這個命令啊 也拿來講一下 我們主要就是多幾累 算命 我們會一理啊 在學會了怎樣算命 怎樣算命 又會一理 也不一定呢 遇到了一些命令呢 我們就會算 那現在呢 我們就通過昨天啊 前天的命令 和今天的命令 我們就要學習 怎樣算命啊 那在前天 只是啊 我們來了解了 順著財官走的命令 那今天呢 這個命令 就告訴我們了 怎樣算命 在這個命令裡 我主要講一些 算命的方法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命啊 這個命呢 也是一個身弱 身弱呀 身弱的命 有的時候呢 我們經常容易說 身弱洗幫浮 走幫浮運就好 那今天這個命令呢 他也不是 他也不洗走幫浮運 那今天這個命令 呃 又來呢 要我們又清楚的知道了 只要你命中 能做事兒 你就有成績 只要你命中 能做到大事情 你就有大成績 呃 之前我說過 自財的命 他呢 財 他命中的財富不大 自關的命 他的財富呢 要比自財的要大 那自煞的呢 他一定又要比呢 自關的財富要大 那如果有財庫呢 那財富就大了 那單獨有財庫 財庫裡沒有儲藏 那他的財富級別 基本上和自煞的差不多 如果庫裡面儲藏的物質多 那他開了財庫 那就是大富啊 像今天這個命 我們看一下 這個命 深弱 這個命深弱 但是呢 他能做事情 他有做事情的本事 那做事情的本事是什么呢 那就是有一個食神 物質至何 這個命 他那是1975年出生 以卯年 以穆斯武 下面有個卯 就是1975年出生 1975年的命 他的年命呢 是大溪水 這個命是屬兔的 他的顏色是綠兔子 今天我們就逐步的 摄入到怎樣算命啊 那這個命啊 他就是綠色的兔子 那兔子沒有綠色的 那算命的時候呢 那他就有綠色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這些呢 我想啊 主要是給我們自己時間 同時呢 又滿足了我們客人的好奇 如果啊 我們說到這以後 我們的時間呢 還是不是那麼夠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給自己時間 那就要說了 你的命中兩層水 命中兩層水 兩層木 兩層土 我剛才說錯了啊 命中三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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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層土 兩層木 一層火 五行命中缺金 這個我們一定要告訴客戶 因為有好多客戶啊 比較重視我的命中缺什麼 所以呢 在算命的時候 特別呢 就是專業算命的時候 一定要告訴命主 你的命中缺什麼 不缺什麼 有什麼啊 那這個我們必須要開場白的時候 就要和命主說 特別 那一命 年命 一定要告訴命主 啊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命的八字是 五行缺金 五行缺金 是好事還是壞事情呢 那我們就看整個命局的流通 這個命 在旺點上啊 這個我們記一下旺點 算命 有兩個旺點 一個旺點 是月令 一個旺點 是十字 月令也是月之啊 月之叫月令 十字 一個旺點是月之 一個旺點是十字 我們看這兩個旺點 我們看這兩個旺點 是五行什麼 比如這個命的旺點 是止水 坐下止水幫 命中缺金 那我們就知道了 隨緣隨緣這個命 它的命中缺金 可是呢 它有一個很旺的止水 水一定是金生出來的 所以啊 我們心裡要有數 這個命不缺金 旺就一定 是生我的那個 來生出來的 所以 隨緣命中 明不顯金 在明處 不顯金 不等於 它沒有金 這個我們要記下來 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摔事情的時候 摔事物的時候 一定要用 隨緣沒有明顯的金 就是啊 明不顯金 但是這個命 不缺金 因為 它的止水 是金生出來的 它旺就是金生出來的 它旺就是金生出來的 如果這個命 實質沒有止水 坐下止水 若 就是缺金 那這個命呢 止水旺了 就不缺金 這就是意 意 意就要這麼變 這個我們記下來啊 然後呢 我們再把呢 算命的程序 我們再記下來 在我們以後算命的時候 如果我們打開八字 覺得這個命比較複雜的時候 我們就把前面我說的 先告訴我們的客戶 好 現在我們找到了兩個旺點 一個旺點是為土 一個旺點 一個旺點 十字旺點 是止水 為土 日該是炳火 為土 是我的傷關 傷關是我生的 傷關是我生的 就是我的體 就是我的體 不是我的身 我的身 就是日住 就是日主 就是日主 就是日主的天該日主 然後我們再找 好 食 食該有一個悟土 這個悟土呢 是命主的食神 也是我的體 食神 食神和傷關 都是謝我的 做食神的坐姿是止水 是我科的 是好我的 我科叫好 寫下來 我科叫好 我生叫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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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之 年乾 有一個椅木 椅木是生我的 年之有個毛木 毛木也是生我的 那這個命 那這個命 我和官方 有沒有緣 我是不是吃黃糧的 現在我們看 這個命啊 他的官在座下 座下和食肢都在家裡 在上節課我講了 年之 年之 年和月 公位代表 家外 日食 代表家裡 那這個命 在家裡有官 有食神 好 現在我講重點了啊 算命就要看 這個命 他主要是表達什麼 把這句話記下來 算命 主要是 以原命看 他要表達什麼 這個表達呀 就是指 他是要當官 還是要發財 啊 是指原命 表達就是指 是要當官 還是要發財 啊 看一下這個命 想要幹什麼 指未穿毛紙破 指未穿毛紙破 當我們一看到了 這個官又穿又破 我們肯定就知道 不完整了 和官商官啊 這個位土 穿官至官 和官方無緣 和官方無緣 這個命就是和官方無緣 和官方無緣 那這個官 那就是財 那這個財 看一下我能不能得到 我命裡有能做事的 這個神 我就能得到你 如果沒有這個神 靠大運流年的時候 我也能得到一點 那 還得要以命為主 那這個命 他能不能得到這個官材呢 這個命的官不是當官的 我再重複一遍 家裡的一定要用 家裡有指兩個官 一個是坐下 一個是食肢 必須要用 這個官 那是不是我是公務員 我是事業單位的 我還是國企的 那就看 我和官方有沒有緣 我和官方有沒有緣 那現在我們看 有緣是 畫官 記下來 有緣是 畫官生印 第二個 天干五合 第三 第三 官 跑到了 年和月 天干上 第三 官 跑到了 也就是啊 在年月天干露出來的 那 我 是不是 我能得到的 我用什麼來得到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是吃黃糧的 這個命 這個命 物子自和 物鬼和 吃黃糧的 吃黃糧的 啊 這個命 因為為什麼它是吃黃糧的 官來生印 天干吃黃糧 天干吃黃糧 那我們還要看一下 這個鬼水 這個鬼水 是從我家裡面 做之 和食之 油之 倒乾 轉上來的 在地之 在地之 我就排斥它 我的商官 治官 在地之 我的商官 治官 我的商官 川官 都是 都是 我的體來 治的這個官 它就算是 油之倒乾 這個官 也不完整 這個要記下來 地之 地之啊 我的體 川官 破官 儘管它 油之倒乾 來生的印 那油之倒乾 這個鬼水官 也是一個 不完整的官 它來生的這個印 也是生不起來 所以說 這個命 中和來看 和官方無緣 不是吃黃糧的 這個就不是吃黃糧的 天干吃黃糧 地之 我商官 來治官 來川官 不是吃黃糧的 那不是吃黃糧的 這個官 不完整了 就是財 這個止水 就是財 當財 當財 看 是我們的 術語 實際上 我們心裡 要接納的是 這個官 就是財 這個官的財 要比 有金和深金的 財要高 高 就是大 那這個命 能不能得到這個官財呢 我們就找 天干五合 天干五合 和 干之之和 這個命 有一個做事的本領 物鬼之和 物子之和 物鬼和 有 有 這個命 一個是 天干五合 物鬼 和 是用食神治觀 物子之和 物子之和 是 和天干物鬼和 完全一致 就是要治这个官 如果这个命 天干透的不是正印 可以治这个官 天干透的不是正印 可以治这个官 治了这个官 我就是当官的 治了这个官 我就是吃黄粮的 那这个官 他紧贴正印 官来生印 我来治了这个官 那又告诉我们 和官方完全没有缘 那没有缘是干什么的 商官和食神 代表口才 商官和食神 代表技术 那这个技术 是技术工人 还是呢 还是工程师 那我们就要看了 什么样的是技术工人 什么样的是工程师 那我们就看 这个物质治和 这个物质治和 和物质和 都是和的官 天干 天干 天干没透笔节 天干透笔节 是技术工人 这个我们要记下来 天干 天干透的是印 印的级别要高 这个面如果在天干四个三个星里面除了日主之外 透的是笔节 那就是技术工人 那就是技术工人 天干透的是正印 这就是工程师 现在我们把这些关系 现在我们把这些关系搞清楚 怎样看你是股份制的 怎么样看是国企的 股份制 天干一定要透笔节 是股份制 国企也是 国企也是天干透笔节 技术工人 也是天干透笔节 工程师 天干不透笔节 这会儿我们就能区别了 以前呢 以前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你怎么断的 他是工程师 你怎么断的 他是技术工人 你就看天干透的是什么 天干透出来的 天干是表象 是人们都知道的 所以你就看天干透的是笔节 还是印 那天干透的印 百分之百是工程师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面 那这个面是什么工程师呢 这个面取材的方式比较特殊 指未穿 用未来穿指 用未来穿指 未来穿指 用印来破这个指 指观也代表这个指 指水也代表是我的财 这个命取材的方式 另类 穿和破 当我看到这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首先肯定的说 那一定是 雕刻师 根据这个象啊 穿和破 我当时断的是 雕刻师 这会儿我们能不能就是有些更有些清晰了 有的时候 我说你应该你是设计师 有的时候我说你是那管人力支援的 有的时候我说你是管车辆的 那怎么看出来的呢 那一定是看他的命中 有没有穿 有没有破 有没有拱局 不是说见了穿就不好 不是说见了破就不好 他只是呢 取材的一种工作方式 那这个命有了一个物质制和 用技术来取了这个官 那么他取了这个官是他命中的财 我们细致来分 那他的技术是哪方面的技术呢 他是用哪种形式来取材的呢 他就用了穿就是雕琢 穿又代表雕刻 还有用印也是我的体来破 他是用这两种形式来取的财 所以我断的是雕刻师 那哪方面的雕刻师呢 这又是一个新的知识点 这个新的知识点我们也要记 这个命的知识点 看一下 这是我的财 知识是我的财 在十字是望点 我慢说 我们要记下来 在十字是望点 日之又帮知识 直水望 直水望 直水望了 那就是什么像呢 水望什么像呢 水望是什么像 水望啊 是木像 还有水望呢 是谁生的呢 水望是金生的 这个我们就不能忘了 水望的是金生的 那他这个命 他究竟是做哪个方面的 我们再要细分 金生出来的水 水望是我的官 我用这种方式来取这方面的财 穿和破 穿和破 我们同学经常愿用的术语是做工 我们经常习惯呢 现在我看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愿说做工 我就用做工来表达 我们就能明白了 他的做工说上班 他干的是什么活 就是这个意思 做工说你做什么工 说我做的是纺织工 纺织工一定也要有金 有机器 那做工我们就知道了 他做的是什么工 他就做的这个工事 木来破 由木来破 木是我的印 印代表我的单位 印代表我的单位 官代表我的事业 财是我具体做的这个行业 和工作 那比如我在建设局 也许我管审批 房屋审批 也许我在规划科 也许我在呢 就是城管大队 所做的工作 虽然在一个局 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分工的 那我们要细分 那看他具体是做什么工的 那就是印来破了这个财 用印来破财 就说我所学的专业 我来破 来破也就算是叮当响 来穿就是雕琢 雕刻 那雕刻什么呢 当看到这个 当看到这种做工的形式 也是我们说的做工的方式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我当时断的是捏泥仁 我就把这个有金忽视了 我当时如果能联想到 这个水这么旺 是金生出来的 我能说它是 柱迷人的 用那个柱是什么呢 就是用现成的模具 就是旺上啊 可能是把那个就是旺上安 反正我也不认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但是我没这么说 我说是捏泥仁的 为什么我要说捏泥仁的呢 我没有说你是呢 说灌啊灌注 灌注铜像的 我没有说是灌注铜像的 我把这个有金和生金忘了 我就说是捏泥仁的 我怎么当时说 我怎么当时说 他是捏泥仁的工程师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 物土 这个命 这个命用什么来做事呢 是不是用物土 我们来看 这个命是用物土来做事 来取材 取材必须要动手 或者动脚 那这个物土和炳火 这个物土和炳火 他们是不是同工呢 都可以幻想看 他俩的路都在炳火上 炳和物的路都在炳上 这个物土既可以看作是 命主在天干他的手 这个物土又可以看作是 命主的头脑和命主的技术 我物质制合 我取的这个 这种说做工的方式 这个做工的方式 是用手脚来制这一个官 官是财 但是手脚绝对制不了这个官 那他还是呢说 实神 实神是头脑来设计制这个官 那是技术员 那是工程师 那手脚来制这个官 换相看 那就是捏迷人的 这里有一个工 这个工 这个工就叫做格局 实神核官 实神自杀是格局 同样在命当中 能遇到实神核官的 也叫格局 我们记下来 这句话我慢说 在命里面 有实神自杀 是格局 如果在命里面 能遇到实神核官 也是格局 这个命 丙火日主 实神他就是核官 这个实神核官 代表两个相 把这句话 我们再记下来 盲人算命的根本 就是在量和相上 这句话记下来 盲人算命的根本 也叫最终的宗旨 就是量和相 相需要换的 量我们叫心里明白 这个量有多大 这个量有多少 同样是库 这个库装了多少 这个库装了多少 这就叫做量 这就是盲人算命的根本 这个我们要记下来 那这个命呢 说是智的官 一个是这个物土 在天干 我们幻象看 是手脚 因为丙物 他们的路 都是在事火上 它又可以 代表是手脚 第二 它就是实神 所以这一个物子自合 它有两个相 它有两个相 两个相是用手脚来 合至关 还有用实神来至关 那就说明 手脚至关 命主 亲力亲为 手脚至关 命主 亲力亲为 实神至关 用头脑来自这个关 就是用头脑来赚钱 有两个方面 我们心里要明白 这个物土啊 其实呢 就是炳火的实神 那我们在看事的时候 在看它经历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的时候 这个物土 又是比 又是它的笔节 我们 rugged 我们一定要明灵这个理 在我们心里 一定要明明 明明的意识 直到这个物土 在天干透出来 又在日主的家里面 就是命主的这个笔节 实际又是命主的十神 它共有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都要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了 我们就能把这个命算得透彻 那这个命深入 有一个至关的能力 足以整个这个命告诉我们 这个命下生以后 它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干什么的呢 我用这个最简单的语言说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我用术语说 说看命里它表达什么意思 好像这个需要我们再去理解 我就用我们能接受了的 直接的话语说 那就是当命主下生 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 它来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它来是当官呢 它来还是发财 它是用什么方式来发财 它是用什么渠道 它能走上当官这条路 我们就要在命里面看 这个命下生就带来了 用印来取财 用商官取财 整个这八个字告诉我们 物质制和还是要取财 那现在我们就要精准地来判断 当每个八字打开的时候 我们要精准地判断 那这个命它的官是不是当官看 它的命这个官是不是财 我们把这个搞懂了 那就我们算命就算了了 这个命排斥官 商官是命主的体 排斥来穿 印也是命主的体 来破了这个官 所以这个命于官无缘 于官无缘 那这个官就是财 这个官就是财 我命里有 我能不能得到 这是重要的 你家里一片财 家里一片官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得到 和拿到这个财和官 等于零 那就是说 你说一百句和一千句 你一件实事你也没有做 就是零 那看 说了能不能做到 不是命主的事 那是命主你命中 带不带这个本领和这个本事 这个命的本事 就是实神合观 实神合观 实神合观也叫做用实神来取财 那么这个命用实神来取财 喜借什么呢 这个命有没有根呢 这个命没有根 我们要记下来 这个命 这个命灵火无根 灵火没有根 在月上 有气 这个命 灵火无根 可是这个命 可是这个命 灵火有根 灵火是夏天的夏天的渔气 所以灵火有根 所以无根 这个命 这个命 神也不忘 这个命 神也不忘 体忘不忘呢 那我们看 这个命 体 体忘 因为 商观在月令上 实神 是从月中的商观 由干 到之来的 在地之旺 转到天干 实神也旺 实神旺 代表能力 实神旺 代表能力 我们记下来 实神旺 代表能力 一个人光有能力不行 你需要有平台 你需要有展示你能力的空间和平台 如果这个命 如果这个命 实神旺 不见止水观 普通人 那就是我们说的能吹 你就是吹 你什么也做不起来 那这个命 它的格局和贵点 就是说 就是说 有能力 有平台 现在我们又搞清楚了一个问题了吧 就是说 什么叫做说 你呢 能成功 那能成功 第一 看命主的能力 第二 看平台 平台是我们要取的 能力是我自身的 二者 缺一不可 能力和平台同时出现的时候 叫做天人合一 你光有能力 没有平台 你这一生 也是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 也就是一介草迷 就像孔仪己似的 你再是书生气十足 你展示不了自己 你说的东西人们听不懂 也等于零 那就是说 有能力 需要平台 有平台 也需要有能力 有平台 就是说 硬多了 懒惰 那硬多了 你有平台 你自己服务起来 也不行 那就是今天 我们又知道了一个 什么样叫做是格局 什么叫做能力和平台 食神代表能力 官代表平台 如果这个命 食神生了财 看生什么财 生的是心金财 也叫有平台 如果这个命 食神生财 不是自观 食神生心金财 也叫有平台 平台不大 生财 制财呀 是最小的 平台不大 如果食神生了 更金财 这个命呢 那他的平台 能比呀 薪金大一点 因为呢 他是用印来 合财 用印来 合财 必定 不如来 合观 我发财的大 今天我们能搞清楚 什么叫做能力 什么叫做平台 什么叫做怀财不遇 那我想 这些呀知识 都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的 那今天晚上 我们积累了 平台和能力 能力要有平台 那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掌握了 在以后的算命的时候 我们就不懵 我经常看到 咱们的同学呀 一整五个眼睛 我懵的 对 你说你懵的 我肯定呢 我不反对 因为还没有学到这 如果今天学到这了 你再说懵 那坚决批评 肯定毫不客气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吧 什么叫做怀财不遇呀 你有实神有什么用子啊 你深不忘 你有实神有什么用呢 那你就是吹呗 你就是觉得你这能那能 你这一生一世无成 你有实神了 你深不忘 你又去做事情了 这就叫做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你深忘了 有实神 你做事情呢 容易很多 你深弱了 有实神 你去做事情 你就是单枪匹马 有实神喜配笔节 那这个命 物质自和 物贵和 没有笔节 实神在原命局地支也没有笔节 所以说 这个命又有一个特点 叫做 盲人算命的一个条子来说 叫做 靠山山岛 靠河河干的命 就得靠自己 我再说一遍啊 这是条子 这是盲人算命的条子啊 这个命 什么叫做靠山山岛 靠河河干呢 这个命是典型的 靠山山岛 靠河河干 谁都靠不上 只有靠自己 那你们一会儿课间再来琢磨我说的这句话 为什么它是靠山山岛 靠河河干 只有靠自己呢 你们早一礼 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都讲了 现在休息一下